放下周末原有的工作时间 陪伴孩子来到人文学校上课 让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品德教育 人家都讲小孩子三岁定中生 他最好的基础 而且小 较小还有黄金区 最基本上他开始实质 开始认识人的时候 一些道德观 品德东西要加强 因为智慧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学的 品德到了一个年龄 他人到了一个年龄 就很难受教 我是想让他们两人姐妹 会促进比较好的感情 有时候他们的脾气也很暴躁 我是想让他们来学习 他们的脾气会比较好一点 文律慈记人文学校开课的第一天 有12位新生来报到 收获满满 你喜欢哪一个部分 什么部分都喜欢 那你手上拿的这个花生 你回去会照顾吗 会 跟他浇水 然后给他阳光 然后给他植物 有空去跟他讲话 慈记在笨真 增设第二所人文学校 未来将开办更多的亲子课程 培养孩子的人文品德 同时也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 带来新闻知识美食跟马来西亚综合报道